这两天 河南省天气转晴 黄河以南各产粮大线抓住有利时机 以最快的速度抢收成熟的小麦 平渝县将全线麦田进行网格化分区 提前进行供需对接 将每台农机合理分配到每个网格里就近收割 减少转场时间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平渝县的一块麦田里 农机首门呀 正利用情好的天气增加作业市场 全力抢收小麦 按照目标计划 在下一个人降雨之前的三天里 要把全线100多亿亩的小麦基本收割完毕 受降雨天气影响 今年小麦收获期更加集中 为了更好的保障抢收稳步推进 安徽省邦布市淮远县通过多种途径 调配了12000多台各类农机服务卖收一线 力争一周内完成全线小麦收割 在山西运城 当地农业部门联合交通部门开辟绿色通道 在主要的高速出入口 设立了31个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 24小时应急解决各类问题 并联系周边地市协调履带式收割机快速进场开展作业 紧急抽屁了159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进行作业 针对丘陵山区等小块机 我们使用小巷联合收割机和履带式联合收割机进行收获 确保接收率达到99%以上 预计全国大规模接收将持续到6月20号左右 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持续做好跨区接收通行保障 用由供给 强化卖收信息发布和机具调度 全力以赴保障丰收到手 制作业 辈运公司 夜店